谢谢大家 我想因为今天 谈人比较多 所以我听说了 就是用英文讲 大家好 吸收部分 好像比较慢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我就原则上用中文讲 Is that fine? I'm talking in my dream OK 我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技术 但这技术在台湾 几乎没有人谈过 然后我之前是因为 有工作上的参与 曾经碰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 所以特别今天 特别花点时间跟大家介绍 我的大概花15分钟左右 20分钟最多 然后这就交给David OK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Insack 有听过Insack的请举手 应该都没有嘛 OK 什么叫Insack 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 What the heck is Insack? Insack其实是一种方式 把目前正在跑的程式 转成一个A到A的档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执行一个程式 它这个执行的程式的状态 这个state可以被把它抓出来之后 存成一个执行档之后 它就可以再执行 就会从原来执行的状态 继续往下跑 OK 大家听得懂吗 OK 这是谁做的事情 其实时间很早 1982年 距离现在大概将近快30年了 所以这是一个蛮老的技术 那是一个 叫Spencer Thomas 在University of Utah 他developed一个seed package 然后专门做这个事情 但是这个东西最早被用到 我所看到的 是在Gunein Emacs 现在有人用Emacs的吗 有人Emacs请举下手好吗 台湾用Emacs的比较少一点 OK 比较少一点 有听过Emacs的请去刷吧 有吗 大家都听过吗 OK谢谢 Emacs是一个非常强 非常powerful的 一个editor 它其实是我们会认为是 Free Software部分的主师 开灯主师 RMS Richard Stolman 所写过的最早的一个software 它第二去写出来的一个software叫GCC 对不对 Unimax最早的时候的授权的license 大概是目前的GPL的前身 OK 那为什么去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你如果真正去用过Emacs的话 你会知道说 Emacs的C的部分 其实只有提供一部分基本的功能 非常多的功能都透过它的 extensible的language所写的 叫做Emacs Lisp Emacs Lisp写了非常非常多的code 然后这些code本身 变成整个Emacs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Emacs在跑完 它整个compile完了之后 建完它的可执行的层次之后 它第一件做的事情 是去load这些ELC 它这些Emacs Lisp的档 会把它compile成一个by-compile的档 一堆by-compile的档 然后把这些by-compile的档 把它漏进来之后 才开始准备交给你去做事情 这个loading的过程 通常花的时间 大概五分钟 十分钟 在以前CPU run的比较慢的时候 十分钟可能都会花 现在run的比较快 大概三分钟两分钟差不多够了 可是没有人愿意 每一次你去看Emacs的时候 都要等个五分钟十分钟 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东西漏进来之后 我现在程式已经在执行了 执行到目前这个阶段 把目前的状态当不出来 变成一个执行档 所以这执行档在执行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重新去漏的这些ELC的档 到目前为止 大家follow吗 大家听得懂吗 OK吗 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去 如果说你写了一个可以 可以扩充的一个software 它本身需要去漏的很多 万元东西起来之后 它才能做一件事情 因为为了可以customize 或其他部分的考虑 那么 Ensack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现在的很多software所用的方式 跟Ensack不一样 他们会用一种 另外一种方式 他们会用share library 对不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所有的extensible就是说 我可以把很多方权放在share library里面 那share library 当我需要它的时候把它漏进来 就OK了 它这些功能就在里面 OK 它跟以前的Ensack不太一样 Ensack其实是比较在 早期所谓的静态static application的那个时候 会比较好用 但是现在你又去了解 它背后所代表的技术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了解 Ensack到底怎么做的 为什么可以做 我们现在稍微看一下 什么是excluable file OK 我们有些人在用Microsoft Windows 知道什么是excluable file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 点com 对不对 什么什么说点exe 对不对 差不多就这样子了 OK 如果在Linux的世界里面 你可以用 你可以用file去看一下它 它会告诉你这是一个l file share的script很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test的script 或者是一个python的script 那如果说是elf的一个file的话 或者是更早的话是coff的file 或者是更早的话一个a到or的file 但你不太知道说 这些样的一个execluable的程式 怎么会变成可以执行的东西呢 所有的execluable就是一个档案 它其实就是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有大小的 这个档案里面包含了一些必要的资料 necessary data 然后这些necessary data 可以被漏进去memory 然后漏进去memory 经过一些处理之后 它就可以执行了 这就是execluable 如果一个data被漏进去之后 这个data漏进去之后 没有办法去执行 它就不可能是execluable 所以它里面一定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可执行的程式码 包含了可以改变的data 对不对 所以可执行的程式码 跟可改变的data 会是一个execluable最重要的内容 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只把一个当成 因为ELF以前的东西 大概基本上快没有人看了 当然Windows的 Windows.ese还是Coff的一个extension 当然基本上现在所有的Linux 大概都是用ELF 有听过ELF的请你举下手吧 ELF 很多人没有听过 ELF是我们在Linux上面 所执行的一种执行档的格式 它其实大概是1990年代左右 由AT&T所开发出来 SBR4所使用的一套执行档的格式 这套执行档的格式 规范的执行档大概是长得怎么样 有什么样的matching number 它的部分大概怎么分section section怎么去create 然后这些东西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格式 如果有兴趣的话 Google一下 Google ELF 然后大家就会看到它整个ELF档部分的一个格式 ELF基本上是由section所组成 section里面大概分成几种section 我们刚刚所讲到过的 一个可以执行的档案里面一定包含什么 machine code machine instruction 因为这些machine instruction 才会让你去执行工作 执行工作之后它一定要modify一些data 它一定要取得一些data 包含我们像print hello world hello world也是一个data 对不对 这些data部分一定要放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它一定有data 有instruction instruction我们通常叫text section ok text section 这个text section里面包含了就是txt 点txt 这个section通常都被拿来使用 作为描绘你程式进行的流程的 这些所有的assembly code init跟finit 如果你稍微对c比较了解的话 init跟finit大概都放在crt0 crt1 然后finit大概都放在crtn 如果你们去看一下 比如gc在compile的东西 link一个东西 最后link一个suitable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背后都会先去linkcrt0 对不对 crt0.o 或crti.o 到最后会去link什么 crtn.o 这个crt0.o 跟crtn.o 要做什么事情 程式结束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ok 一个c的程式要启动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写一个main 它就从面开始启动嘛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系统知道 从面开始启动 它系统其实不是从面开始启动的 所以你要做一些initial step 这个对c而言其实比较少 所需要的功能比较少 但是对于c++就比较多 因为它必须要做一些preconstruction 要做一些class的建构 然后在结束的时候 要去做一些class的destruction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些技巧 这些部分牵涉到程式码的部分 都放在text section里面 data会放在data section里面 data section分成三种 我们通常看到大概分成三种 一个叫点data 一个叫点readonlydata rodata 一个叫点bss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我们常常在 比如在c里面常常去 initial一个variable的时候 这所有的data 所有的variable 大概都在data section里面 除了 除了function里面用的local data function用的local data 不是放在register里面 就放在stack上面 对不对 除非你宣布它static 否则的话 它如果宣告static 或是一个global的 或者一个local global to module 或是local to module的 gstack variable 它都会有一个位置 要放在它 这些东西都会在data section里面 但是我们都知道 gobject它有两种模式 一种object是 我会给它initial value 有一些object 我不会给它initial value 我会在层次进行的过程中 去assign一些data给它 对不对 实际在一半的时候 assign data给它 跟一开始起头就给它data 有不一样的内涵 什么样不一样的内涵 我们待会讲 还有一些其他的 像symbol symbol session string session debugging session line session 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OK symbol session 我们在所有 比如写c的程式里面 我写个main 这个main是一个function的名字 它是一个symbol 我到最后执行的时候 我执行档里面 执行的程式里面 执行的这个 这个assembly instruction里面 或者machine instruction里面 不会有一个东西叫做main 我任何的variable都不会存在 这些variable都存在哪里 存在symbol table里面 OK 这个symbol table会告诉我说 我尽量去找main main在哪里 OK main的位置在哪里 它会告诉你这些资讯 所以symbol table 然后这些每个symbol symbol table是固定大小 所以每一个symbol的那个symbol 是一个string 它必须放在另外一个section里面 OK 所以会有string section 然后debug information跟line information 大概是为了debug所使用的 这些包含在程式在执行的时候 当我做strip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拿掉了 这些东西都拿掉了 为什么 因为 sorry 因为他们在执行程式的时候不需要 OK 所以当你做strip的时候 symbol string debug line 通通拿掉 你就只剩下 text跟data section OK 除了这个之外 对dynamic linking的 这些部分的这个程式的话 大概会有一些 比如说你 你是用什么dynamic linker 把你东西漏进来 你需要一些什么样的 share library 我常常一个层次执行的人说 不会只需要glibc 我还需要一些其他的library 我需要哪些share library 我的 有些 比如说我要去叫glibc里面printf printf的位置 每次执行的人它不一样 因为share library mapping到memory 它位置不一样 所以我必须要一个方式 可以让它跳到那边去 所以所有扣printf 所有扣在glibc里面的 在share library的东西 都会透过了 plt或gut来做转换 在run time的时候 dynamic linker就把它 把正确的library的起始位置放在那边了 所以你就知道你怎么跳到那边去 大概这些部分的东西 我们大概今天没有什么时间讲太多 所以当一个excluable file被漏进来的时候 它所做的事情是什么 它是把一个program的image 从hardd转到memory 这样子才能够使得这个program可以进入到ready to run的这个state 所以data跟text section都会被copy到memory里面 通常我们另外一种电脑说法是把它们叫做可以被loadable的segment 然后其他部分不会被load进去 比如symbol string 这些都不会被load进去 那bss section是什么呢 bss section专门去放一些没有被initialized value的data 为什么需要bss section 这是有它很长的历史 最早有一个cpu 它有一个bss这个assembly instruction 但这些部分的细节我们不去谈它 bss跟一般的data不一样的地方 是它没有initial value 为什么它没有initial value 我会特别来处理它呢 因为它在我的execlable file里面 它不需要占空间 我如果今天有个data integeri等于10 那我必须要保留一个四个byte的空间 如果32b位元的诊识的话 四个byte的空间让它放10这个值 在我的可知音档里面 但如果写的integeri, semicolon没有了 它只要告诉我说i这个symbol占四个byte 它不需要在execlable file里面占空间的 所以所有不需要真正在execlable file里面 在可知音档里面占空间 都会放在bss file里面 都会放在bss section里面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所有不需要initialize的variables 它没有需要去记得data 另外一部分是说 这些bss section 会define size to be expanded 就是说好了我现在有10个variable 它还没有initialize value 所以我data在我的可知音档里面 它只告诉我说 bss section里面放了10个variable 它需要40个byte 可是我在此刻经营档里面 没有这个40个by给它 OK 在loader load进来之后 它就在memory i locate 40个by给它 只有在loading的时候才会有 但是其他data section不是 data section直接迈平到memory里面去 text section直接迈平到memory里面去 OK 所以bss section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它通常被放在所有的东西的上面 你如果去看可知音档的样子 它map到memory里面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很有趣的 它底下有text section 有data section bss的section永远在这上面 为什么 因为它map到memory之后 bss会再涨 其他的部分的section都不会再涨 所以bss section通常在所有的executable的fire里面 会在最上的那个位置 这个就是它的秘密 OK 所以bss section通常是mark the beginning of the heap 就是说当我要需要一个dynamic memory的时候 bss section通常是那个位置 bss结束那个位置 就是我heap成长的位置 OK heap是什么 heap是我token mind lock token aspect 需要的memory OK 所以state of execution versus executable 在哪里有什么差别 正在跑的程式 到底跟我原来的执行党 有什么差别 大家稍微想一想 停下来想一想 真的差别在这里 第一个 bss section被map到真正的位置去了 它有真正的长度 真正的大小 所有那些的variable 本来没有initial value的 现在都有它的位置了 在exclusiv里面没有 第二个 data section里面的值 这些data本身的值可能改掉了 因为有城市在执行嘛 跑了 比如说intg i等于10 然后中间把i变成20 这个原来的10的值就改成20 所以data section里面 有些object的值会改掉 第三个 heap部分有些被allocate 对不对 我有透过mylog 透过s break 去要一些memory 所以heap部分有长过 有成长过改变了 heap原来是零 现在可以比较长 然后我的instruction pointer 我现在指的 我现在执行到哪一个城市 这个位置开始改变了 最初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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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头嘛 对不对 现在可能只持续到城市中间的一部分 然后我因为叫 因为call from functions 所以我现在有一些stack的部分的累积 stack heap的成长 data的modification bss部分的 the general expand 这个就是目前 城市执行的状态 除了这之外 什么都没有 除了这之外 什么都没有 你想想看 城市在跑出去 在跑这些东西而已 就只有这些东西而已 哪些东西 stay unchanged instruction 因为我们现在不容许 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做 我这个城市跑到一半 还可以改 还可以自动去改我城市 城市的执行的方式 没有 就没有办法嘛 对不对 我不可能去改我的text 所以text通常都是不能改的 OK 所以Inset的基本的概念是什么 做什么事情 它把 因为整个城市都会从头开始 所以stack的改变 不需要 不需要去顾 因为每次从头开始的时候 stack还会再重走一遍 IP不需要 instruction point不需要 或我们所谓的PC program counter不需要 因为什么 因为它会重头再走一遍 所以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bss section要把它expand data section要把它store 对不对 然后heap要把它记住 如此而已 做这个三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说 bss因为它在heap的tapy的起头 所以你创造一个新的data section 把原来bss section把它expand之后放进来 把它目前所放的值放进来 heap不能expand中间放进来 然后data值把它copy过去 基本上来说 你uninset就是完了 uninset就是完了 其他的部分都没有什么 但是因为bss section改成一个data section之后 你必须去植入另外一个bss section 它的size就是没有uninitualized variable 所以implementation of uninset 它就是像new name all name all name就是我原来旧的程式 它本身的这个可执行的程式码 然后new name是我要把它copy过去之后 变成一个新的程式码 然后我的data从哪里start 我的bss从哪里start 我的整个程式部分的entry address 大概都是像implement 然后我们需要去take care什么 bss的variable最好能够先被initualized 然后heap的部分 最好不要在stack上面需要去叫 我在stack上面已经 我比如说在function扣到foot 我刷到goode的时候 我都有一个local variable 然后do mylock 对不起你会死掉 为什么 因为stack没有了 它会变成dangling pointer 所以我必须要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去处理它 通常是我有一个variable 放在data section很大 然后那个variable 会让你去做initualization do mylock 然后需要一种不同的path 就是我原本已经down不过了 这个案子已经down不过了 所以它不需要再去漏这些东西 所以他必须要去确定说 我现在不需要再漏了 所以我就直接跳到后面去 所以他需要一个不同的Path 比如说 这边大概是最后一页 因为这个就是 全面的部分就是说 在这样的过程中间 其实它也在很好被影响 如果大家有兴趣看一下 就看Guinea Emacs部分的一个Sample 这边只是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20多年前的技术 这是1992年的时候 这个Wilson 10就是我了 OK 那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部分的Path 就check-in到Emacs里面 如果大家现在去看 Guinea Emacs部分的Source 在Translog 3 还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 一个小的Entry OK 我的时间大概用完了 那我想今天只是做 很简单的介绍 最好的最好的Document 是去看Source Code 还是像我们所有的 Open Source的这些人所讲的 那我非常高兴 大家的聆听 那有什么问题的话 未来还是可以 透过任何方式跟我联络 那我接下来把 把后面的Speech Transfer to Dav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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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afternoon Hopefully everybody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English as my Chinese probably isn't good enough to do the rest of this presentation I'm Dave Ward I head up the OEM business at Dixon's Retail we're one of the largest electrical retailers in Europe and we work very closely with Shuttle to manufacture our own brand tablet PC I was asked to come here today just to talk to you about what we did when we launched the product and how we worked with the community to make sure that the product came to market the best it could and then also was developed developed as we sold the product out so we have around about eight or nine minutes so we'll try and make this as quick as possible it's not a very technical speech but it's more about what we did around the community so the things that we see from a retailer is that as devices become smaller and the battery life increases the volumes that they sell in the market just grow exponentially and you see that with mobile phone you see that with tablet and you see that with PC as soon as you get products that can get to all day battery life all of a sudden the growth of these products just grows exponentially and closed devices work really really well so the devices that manufacturers put together with their own software and they close them down they work very very well but ultimately the ecosystems that allow people to change and control the product themselves succeed but manufacturers and also us as sellers of these products we fear the unknown so when we release these products and we go to sell them we fear what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market might go do with them but those that actually engage with the community succeed quite well the community needs to encourage manufacturers to work with them and the way that the community needs to do that is through sharing the knowledge that they have through constructive feedback so many times you see that the community interact and can either be quite aggressive about a product or they can be quite constructive about a product and you see the difference of where that product goes the products that people are constructive about grow products that people are negative about disappear off the shelf and you've seen a few announcements lately from some of the manufacturers which take that into account so before before the open source environment what we saw was this Wintel domination we saw Microsoft and Intel releasing products that really started to started to close down that ecosystem and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cost has just been driven down but i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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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if you look around the room today if anyone has a standard laptop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any of the products and the spec and the cost really become the two only things that really drive where that market goes as the product decreases in price the volume sell but they don't really see anything that innovates and now in this new world where we have application driven and market developed products the differentiation becomes massively massive I don't think we've seen everything that's yet to be seen in the launch of some of the Android tablets because of the way that at the moment they are all very very similar but I think as we see this become more of an open source environment and people getting more involved with tablet we'll see all those types of devices grow and different uses and functions be taken for them and again as we say the way this market starts to converge the more mobile these products come and the more personal they become the way that the volume just grows and all of a sudden we're in this environment where there is a proliferation of devices there's a bunch of people coding and developing and changing them and then from a retail perspective we sell so many more and actually get to the point where the customer understands the product a lot more through the community again the closed world versus the open world what we see is that and you'll see this in some of the market forecasts some of the manufacturers that are still working on fairly closed source operating systems and closed environments will hit a plateau in terms of the volume that they can actually start to push out into the market because ultimately what you see is that things like Android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and the product being able to change them and work with products that have the ability to do things different to everything else starts to grow some of that volume and as that momentum goes we already see it in the mobile phone world where Android starts to outsell a number of the other manufacturers so research forecasts really you see that for Apple iPad what we see happening is obviously still growth as we go into 2012 and 2013 but that starts to level out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growth we feel starts to fit inside the non-iPad or Android space so what we see is this growth all being driven from 2013 through 2015 and probably beyond from open source tablets and from that we're starting to work very closely with all the tier 1 manufacturers but also with our own brand with Advent to try and design and develop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at so what did we do with the community when we launched the product we worked with a community in the UK called Madulco and that community is a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a community for people to interact around products both Android Windows smartphone whole host of these portable products we went to them and started to engage with them as we started to design the product and we started to give them early releases of the product so they could start to see how it might look and we ensured that we were there to support them all the way through so as we released the product to the consumer we were straight away out there with a source code we dropped the source code into the community and then we started to see the feedback that we were getting and the changes that we're making and the product has just literally grown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so all the feedback that's come into it we've then taken put back into the process and now we're building the product again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with all the feedback in sharing the source code early is probably the biggest thing for a manufacturer to do we see so many times that manufacturers wait until the last possible minute to release the source code almost from a fear of people getting involved and maybe changing their product but we did it as soon as we could and actually the feedback that we got from it is unbelievable and fantastic so from summary the improvements that we made from this product we saw improvements in battery life we saw improvements in screen responsiveness we saw improvements in CPU performance we ran competitions weekly with a lot of coders and a lot of the open source community providing devices out there so that people could develop new applications develop some of the code and then also come back and feedback on the accessories that we should be building for the product we had great hardware feedback and we fed all of that back into some of the new shuttle products that I think are out and around on the booth that you'll start to see so that's really been paramount for us designing the next tablet and we'll continue to keep doing it the community itself we have around about six and a half thousand developers online at any one point in the community and we actually post around about 150,000 individual posts just on our product alone and from that all of that information we've taken and fed back into the product so I think the end point for me is just to say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manufacturers find it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but the feedback that has to go into it has to remain has to remain constructive so all of it needs to be about improving products not necessarily finding holes and then exploiting them but finding those errors and then building back into it into the product and I think if we do that as a community we'll just continue to grow this market these devices that are open source have m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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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tential and we'll see that they will grow over the next three, five and so on years beyond so that was it for me very very quick session I know we had to finish on four o'clock so thank you very much applause